12月11日,知名影视男演员黄浩然及杨千华等一众台前幕后出席剧集《多功能老婆》的宣传活动。 自剧集开播后,黄浩然在戏中塑造的渣男形象深入迷心,平时上街被认出都会遭来一片骂声,就连她自己的老婆看后都直呼,太可怕。 而在戏中饰演浩然老婆的千华也表示对此很有感触。 我比她老婆还要清楚,因为她在街上肯定很多骂她,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孩子的同学的妈妈,她在路上遇见她,马上会发个短信给我说,她那个老公在哪里哪里哪里,然后做什么的。 然后想打我。 然后想打死她这样,但是为什么你告诉我呢,我真的很想打死她。 千华又报,自己的儿子在家里也看了这部电视剧,当看到戏中的自己有两个老公的时候会很生气,毕竟儿子年龄很小,所以自己就会给她解释清楚。 她看我们拍电视剧,她都会很好奇那个剧情的东西,她就说妈妈为什么要有两个老公呢,她都很生气,所以证明我的孩子对伦理的那个问题上面是挺清楚的,但是我要好好去解释给她听。 说到同场演员周博豪目前家中添了一个小公主,老人就指,当天剧组群里非常热闹,大家都有恭喜她,更替她感到开心。 我相信她很紧张。 对,还没有正式见到她,而且就是很突然,我也不知道,就是我们在群组里面也很替她高兴吧。 很开心,很开心,很开心。 非法娱乐,学一学。